Diali's Game 哈囉大家好我是旭 那我們今天要來分析的是 Aliess Game七人世界的特別活動轉蛋 那這一次的話總共出了5個新角色 那總共是3隻65C還有2隻60C 那我們就直接來分析一下這一次的池子囉 那這次辭職的話是一樣S7寶一隻65C的角色 那應該就是其中三選一出來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一下這次的角色囉 那牛盾的話其實是學術恢復型 那他的技能組其實算是相當不錯 三回合弱爆彈還有弱C 那C技的話也蠻可以給的 就是自身恢復比例的單體激烈艙 然後也可以疊紅屬性或者是疊學術角色的恢復力 那以這個技能組來說 他變成說是可以一個跨射使用的技能 那我覺得還算是相當的不錯 那被動2的話是紅屬性和學術在前頭 那被動3只有給學術比較可惜 可能是擔心說給紅屬性的話就會有點太強 那被動4的話是我覺得算是他的特別的蠻猛的技能 血量在100的時候呢 還有減傷 紅屬性跟學術都還有減傷的能力 那我覺得還算是蠻穩定的 因為以他的技能組而言 開技能爆發的時候 我想說應該是可以維持穩定在滿血 就算沒有新珠的情況下 他有他的C珠 然後可以去做還蠻穩定的一個回血能力 所以變成說他的回血能力是會很夠 那我想血線的問題應該不會突然爆炸 所以他的坦度的話也算是相當足夠 所以嚴格來說他是一個不錯的補助 然後加一個回復型 還有幫隊友撐住這種場面的坦能力 所以我覺得以他的技能組來說是算是蠻好的 那不過如果你已經可能有一些很強勢的速刷角的話 你牛盾的舒長率比較不會太高 但是我覺得牛盾算是還蠻不錯的一個角色 可能會蠻需要用到他的啦 那不過說據實在話 學術隊的角色大部分還是都是以轉彈角為主 所以學術隊伍的話 相對性的造價也會比較高一些 那如果你不是那種種客型的玩家的話 我覺得可能學術隊的玩的可能性就比較不高 那我們接下來講第二隻 皮力小子 那皮力小子的話 我剛剛在看很久 到底是上面還是下面呢 我猜應該是那隻狼吧 他有戴帽子耶 皮力小子不是只有戴帽子 好 那還有一個就是 大家可能覺得那個女的可能跟那個龍船娘有點像 我不知道 我自己推選 那主動的話其實是 兩回合C珠生成縮短 然後轉兩射轉藍爆彈掉落 整體來說是還可以接受 因為其實他轉的渣單C珠有一點點少 還有給予全體無視防禦力的傷害 看不出傷害的倍率是多少 所以這個也之後等到實測 但我想應該是不會給太高 如果沒有特別寫的話 應該是不會給到太高 那CG的話是6次單體傷 那一下是威力5 自身攻擊力5是吧 所以算是自身攻擊力3倍 但是這種分段攻擊的話有個缺點就是 如果對方防禦力比較高的話 那個會被吸死掉 而且會被吸死的盤間中了 就是你想你打6下小下 跟打一下很大下的哪個比較痛 嗯 大家都懂吧 好 那我們再來講講他的被動 那他被動的話 幾乎都是在針對動物隊去玩 就被動2的門檻有點太高 就是一定要動物在前頭 然後還要破壞15克以上爆彈 還有動物點按次數加2 那我覺得這個的話 門檻是稍微高一些些 雖然是被上他的主動技 應該是可以蠻穩定在進入 但是另外一個說法就是變成說 你一定要放動物隊裡面 這個這兩個被動才會有用 好像是被動3也是要動物在前頭 才會比較有效益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他的 被動4 那被動4的話幾乎是針對 泡泡關卡為主 那我覺得可能還是需要全泡泡 如果是機率掉泡泡 你這樣子單開他的技能 我覺得可能 他的技能主要能減CD的話 難度是算是相當的高 所以變成說這個被動4 我覺得有一點點廢技的感覺 就是你除非是在全掉落泡泡的 不然的話 我想這個100個保護射珠的處理 是有難度 難度是偏高的 那我們再來講一下第三隻公本武藏 公本武藏的話 人類武士 那主要是他的主動技吧 我覺得50%是給的有一點點少啦 現在都是100% 不然就是激烈強化的 前提下只有給到50% 我猜50%應該是超大的 超大的增暴風啦 但我覺得是給有一點太低 那攻擊力提升150的話 以他的攻擊力低值 我覺得這個還算OK 那還有星轉自身C 然後綠轉紅包蛋 但是這種雙射轉的話 其實已經蠻多黃屬性都這樣子在做了 所以變成這樣子組也還好 而且我們要看看他C技 他C技也不算太漂亮 兩下七千雖然無視防禦力 但是兩下七千的話 是不受攻擊力補正 第一他的攻擊力機質本身很高 所以變成說 如果他這個技能的話 是可以受攻擊力補正的話 會好用很多 那我覺得現在沒有這個效益的話 是有一點點難度 被動的話 我覺得也不太OK啦 說實在的話 因為被動式 其實我覺得這個被動式 是很像關卡角才會有的 才會有的被動 日版的話是只有這種 這種被動 這種特攻被動 都是給關卡角 然後就出現在一個65C的轉戰角 上面其實是不太OK 然後被動3的話 還限人類武士 我是覺得應該是可以直接給全體 100顆以上射出給全體 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被動2的話 還要破泡泡 那破泡泡的話 一樣也是被限縮在破泡泡關卡 那破壞10顆以上 我是覺得不會太多 所以如果你是在組泡泡的關卡上的話 這個被動應該是蠻容易去達成的 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 整體來說 他的C技是不夠有力 還有只有2回合 如果給到3回合會好很多 那C技還是不夠好 那2隻60C的話 幾乎都是屬於可堪用性的角色 但是我想上場率應該也是不會太高 所以我們就會不特別去說 那補導的話是有一個解讀啦 所以我覺得還算OK 就是然後有一個點坦啊 還有這些給予生存力的通姦啦 所以整體來說 就是可能算是功能角吧 但是可能上場率也不會看到 好 我們來講一下整體 整體講我對這個池子的感覺 那這個池子的話 我說句實在話 比較能看的只有牛盾 那抽到上場率會高的只有牛盾 靡力小子可能不太會上去 以功本武藏的話變成是 你如果沒有一些弱C的角色的話 雖然還可以接受選擇 但是他的C技實在是太過 那整體來說 這三隻牛盾比較OK 大概在T1.5到T1之間 那比利小子跟功本武藏 會掉到比較後面一點點 所以這個池子 你會問我該不該抽喔 我覺得有一點點硬 因為你保底格是3中1啦 如果你可能有出個13590的禮包 然後可以必得一隻牛盾的話 我是覺得可以接受 但如果是要用這樣子用抽的話 我是覺得比較不太推薦去這樣子做啦 因為難度挺高 然後整體來說 另外幾隻防守員的效益也不算太好 這個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在這個影片結束之前 我想要吐槽一個東西 在這邊有一個絕望的史詞 他叫做羅森 那我在日版呢 我都覺得他很像某個男人 所以呢我都叫他炎骷王 這個就看大家自己感覺啦 所以如果你在我的台說CF的炎骷王 那我就會知道你是在做羅森 如果聽不懂的話 就絕對不像的話 就覺得不像吧 大概就這樣 那我們今天的轉蛋影片分析 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按個訂閱按個喜歡 幫我分享出去 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 阮不登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